看看新闻吧 则是本人男 籍贯浙江 家住重庆 现为重庆某高校的退休数学教师 副教授 本人实际年龄呢 74岁 生理年龄44岁 心理年龄24岁 同时呢 我爱好广泛 具备一定的经济基础 宪征 注意啊 这就是他的最核心内容 宪征 年轻漂亮 未婚健康 通情达理 职业合适的女性 为一生伴侣 本人执着追究爱情 四大条件 缺一不可 命却无赖 近年来 有关老年人特别生活方式的报道 藏出不穷 一批新时代下 老有所乐 老有所为的势力 让人眼前一亮 又褒便不一 而这位居住在重庆的 74岁独生老人杨大成 最近更是火得不行 原因就是 她的16次征婚标准 74岁高临了她 要求女性年轻漂亮 未婚健康 此言一出 老大爷立刻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第一感觉肯定是不大正常 作为一个老师吧 他要这样的话 我觉得有点让人接受不了 假如说是女性 我 我不会 一上天开了 总为大人 你这样让人哭不哭了吗 我觉得这个人真的很变态 就这种 那么杨大爷到底是借题炒作还是真实需求 高调征婚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 如此高调的追求爱情 到底又能否收获幸福呢 在今天的节目中 我们特意邀请到了 自身调解员百万青 作家陈岚 媒体人余博红 世道兴 一同来探讨 老年人追求另类生活方式背后的动机和原因 咱们找点女观众问问 我们先问一位 我觉得这么大年纪有点恶心的 而且我还有生育呢 所以您这个年龄是不予考虑的 我们问这位吧 我觉得他年纪太大了 跟我根本就不相配 找回去 你说我是找老公呢 还是找爷爷 所以我也觉得 这不是有代沟的问题 这肯定是 沟通上面已经是有鸿沟了 无法跨越的鸿沟 还有哪位要发言 我们请这位来 我觉得要有钱就行 像黄石那样有钱的 那霍正廷杨振宁那么有才的 我二话不说肯定就嫁了 像黄石那样您就嫁了 对啊 那个杨振宁霍正廷那样 特有才的我也嫁了 您脑真直接 不过这个杨振宁先生82岁了 找了一个温帆女士28岁 老少费不也挺好的吗 那好吧 咱们问问我们四位的嘉宾吧 咱们老中情同四代人 怎么看待这个事 我认为啊 人与动物最大的区别是情感 因为杨振宁和他的那个妻子 他们是长期在一起工作 大家相互了解 日久深情 你就像我们孙中山和宋庆林 他们也是老妇少妻 但是宋庆林 他是对深中山一种信仰 是对他一种敬佩 所以他们是革命的伴侣 所以像今天这个杨先生 杨先生 我认为是赖蛤蟆吃天儿肉 如果哪一天我五十多岁 我的女儿带给我一个七十多岁的 这个女婿来的时候 你让我是敬仰他呢 还是爱抚他呢 我是怎么样呢 我没有期待 这位杨大成先生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他能够提出如此的条件 来我们下面就有请杨大成先生 出场前请他先讲一句话 我叫杨大成 今年七十四岁 听声音思路很清晰 来有请杨大成 大家好 杨大成 七十四岁 原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数学系副教授 退休十四年 哎呦 这个 步履小剑 对老爷爷还是很 很绝朔的 我跟你说杨先生 我们真看不出来 您今年已经有七十四岁了 哎 这杨先生 刚才我念的这份真婚启示 就是您的诉求是吧 没错 我看您专门有十六个字 呃 我特不想知道 您当时怎么想出 要定这样的标准 年轻漂亮 未婚健康 通情达理 职业合适 这年轻怎么去理解 有界定吗 嗯 年轻啊 一般我认为在 年龄在二十岁到三十岁之间嘛 四十岁的您不考虑了 嗯 少了四十岁一半就 办情况也不考虑了 哦 您还专门把年轻限定在二十到三十岁之间 嗯 大概是这个界限吧 哦 您觉得合适吗 定这年龄 我觉得合适 年龄虽然有七十四岁 刚才您也说过了 可是我的这个生理年龄呢 应该是四十岁左右 我的心理年龄的话 应该是二十几岁左右 所以我觉得我提这个条件的话 呃 合适 您才提到一定要未婚 我也不理解 一个也可以找二十多岁的人 但是也有很多二十多岁的人 也许像翁帆女士一样 曾经离过一次婚 我这个未婚啊 就是不包括你结过婚 离姨或者是杀偶 不管这些 就从来没有结过婚 不是从来没有结过婚 我本人也从来没结过婚 那是您啊 他结了婚再跟你结婚 那叫重婚 您本人又强调说一定要职业合适 什么样的职业您觉得是合适 因为我一辈子都到了教师 所以我对教师的职业 医生的职业 公务员 还有这个 比如说这个 呃 你们电视台工作人员等等啊 这些职业我就必须清了 要找电视台的人 您平常看电视吗 电视是我生活中并不可缺的一部分 平常会看什么节目啊 呃 平常 班的电视剧 最喜欢看那个武侠小说的节目 哦 这个相亲节目嘛 就看你们上海台的那个百里挑一 我本身我 本身找对象啊 也是百里挑一 它看你们那个节目肯定是百里挑一啊 哦 您找的对象的这个范畴 是属于百里挑一里面的这些姑娘 对 你们百里挑一 正好我的口味啊 哦 所以你今天的东方浙播室 也是看着陆星老师才来的 他不光是 他不光是看着陆星老师来的 他还看着陆星老师背后的漂亮女嘉宾才来的 在主持人和嘉宾的调侃和追问下 杨大成表示 自己已有心仪的荧幕亲人 而这位女嘉宾 正好来自东方卫视的百里挑一节目 那么 坚决要找美貌娇气的杨大成 她的梦中情人到底是谁 提出备受争议的征婚标准 是否跟这位女子有关 这位在后台一直在关注杨大成的女孩 面对杨大爷的大胆之间 她又将会如何回应呢 您看过哪个女嘉宾给您印象比较深刻 符合你的条件 我看过的就是像胡淑涵这个印象比较深刻 她长到五贯云秤 比较清秀 眼睛大大了 皮肤很白 这个我很喜欢 您觉得如果您看上胡淑涵了 就算是您当着面跟她提出这个要求 她会同意吗 我估计她百分之七八十她不会同意 真的有知识是您 今天我跟你说 就因为您来 您喜欢胡淑涵 今天呢我们也把小胡请到了现场 有请胡淑涵 大家好 乐星老师好 胡淑涵 二十三岁 东方卫视百里挑一节目 人气女嘉宾 胡淑涵是否应该跟我们的杨老师握个手啊 那也是老师 胡老师 胡老师好 互云两地的人民教师 在我们这个野墨市亲切地握手 双皇彼此要展开冰露之间的亲切会谈 那杨老师看的胡淑涵 离得这么近的见面 跟电视上有区别吗 我觉得胡淑涵这样打扮得非常漂亮 比我电视上看的那个还漂亮一些 谢谢 您平常看电视 如果胡淑涵出来的时候 您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我看一般的女的 我都不会心动 但是看到心动的女孩子 像胡淑涵这样的话 我就会引起心动了 那就是感觉非常好 不是 我觉得杨教授这话 我都不知道怎么接了 胡淑涵 如果这样的一个老先生向你表示 我喜欢你 想和你共结这个连礼 你怎么想 其实我会有点 如果洛兴老师这样问的话 其实我直接的答案是有点郁闷的 因为我刚才在后台有看过 他的一些征婚信息 就是稍微有一些奇葩的 就是我觉得他对年轻貌美 然后尤其这四个字的要求是特别高 但是我觉得老人家毕竟也是 就是说好像就说 女性身上只有外表这一层面可取一样 就是这一点我是很不同意的 我觉得我不仅要看外表 当然要看她的这个作为 做她的内心 有些女孩子 我刚才在电视上看到的 比如那些电视剧演出来的 她长得很漂亮 但是她经常在高级的娱乐场所混 出了高级娱乐场所 这样的女孩子老是说 那我是不会喜欢的 尽管你长得很漂亮 我想问你一下杨老先生 吴淑涵的情况你了解吗 我不太了解 不太了解你怎么就心动呢 我跟你说了 所以你还是那句话 喜欢年轻漂亮 没错 以貌取人 你纯粹的 非常极端的把这个容貌 作为一种择偶标准 尤其是可能对于 七十多岁老先生来看的话 可能年龄代沟那么大 就是有点苛刻 因为有一句话说的是这样 就是任你倾国 清晨十年后续良半老 三年后容貌难存 百年后可能就一波黄土了 我们来听听这个网友 在杨先生提出这样的高标准以后 他们有什么样的评判 来 请请对位 杨老师 我很佩服你 我很支持你 你敢做的事情 我都不敢做 苏涵 你表面上说 杨大爷的条件太苛刻了 刺痛了你 其实你根本就是在嫌弃 杨老师的太穷了 如果杨老师像王子那么有钱 像杨正宁那么有财 你还会这么说吗 还会嫌弃他吗 苏涵 我得就是为我 不仅为我 而且为我们这一代的女生 可能要说一句话 就是大家总觉得 好像长得漂亮一点 她就是很势力为主 其实很多漂亮的女孩子 最终嫁的其实就是一个 各方面也比较普通 也没有什么声名显赫之类的 所以我觉得这种事情 真的是两个情投一合的事情 那你如果今天你不喜欢杨先生的理由 只是因为年龄问题吗 还是有什么其他的原因吗 因为刚才洛杉老师你说过 就是你刚才问过我 就是六七十岁以上考虑吗 说绝对不会考虑 就更别提王石了 我觉得就是说 再有钱或者再有事的话 因为我是这样子的人 所以我不会考虑的 好 我们再请了一位 杨大爷 您开出了这么不现实的条件 去征婚 这样的女孩子嫁给你 你到底是想让她做你的菜太呢 还是想让她当个保姆 去伺候你啊 要是这个女孩子 喜欢刺激一点的娱乐项目 比如说去坐坐过山车之类的啦 要是您上去了还能下得来吗 我认为我自己啊 并不是很老 看起来并不像人 比如说我跟一个年轻女娃 在一起走的话 如果我打扮打扮的话 跟女娃就一般的路 主要不认识我们的人 主要不认为 这个是爷爷 这个是生女 但是杨先生毕竟写了 这么一个征婚的启示 您征婚 您这么不自信 您也认为这样的可能性很少 您为什么要这样写 因为和我接触的人 这个如果要他看上我 他必须要我经常接触 接触了时间久了 他就觉得我这个人是可取的 还是并不是像 他像我年龄这么老 那您告诉我 您以前接触的人 接触多少个 就类似像符合你这个标准的 谈过多少个 见过面多少个 我刚刚从大学毕业的时候出来 就至少有两个女孩子 来主动追求过我 但是当时因为我刚毕业 又很年轻嘛 所以又失业为重 就没有考虑过人问题 以后当然 这个等我年龄逐渐逐渐大了 像又成家了 到这个时候 我们那个条件 我们这个学校的条件 是男的多 女的少 就比较困难 当然我也就 比如我也到分界的时候 去登记过啊 才给他们表示啊 这些都有过 但是 都因为种种原因 都没有成功 就脱下来了 原来 年轻时代的杨大成 因为种种原因 恋爱 均以失败告终 一次次的 与美满的婚姻 擦肩而过 退休之后 杨大成 失去了事业的依靠 一个人独居的生活 让他的人际交绑 越来越少 于是 他将自己 与人沟通 与女性交流的方式 都寄托在了荧幕上 看电视 成为了他最大的爱好 您知道 这老先生在家里 怎么看电视 我们编导去了 老先生每天到 是拿着望远镜 在看电视 我真的望远镜 也带来了 这个望远镜 坏了你的婚事 我这个望远镜 主要是看镜的用 不是看很远很远的 它主要是看镜的 你比如说 我要看你的脸部 对不对 我这个望远镜 看就非常舒服 那您现在看 葫芦还能看见吗 我这种被喷噬的感觉 不是 我也奇怪了 电视就摆在您家 您往前凑一凑 不就看清楚了 我看望远镜干什么呢 看电视 这个平时要看 怎么看人的脸部特点 是不是 那我电视其实比较远 就看不清楚了 可是如果我这样走 我会觉得特别猥琐的 刚才白阿姨也说了 其实特别建议 杨先生能够找一个 跟他年龄相差别这么大 像胡苏涵 跟他下去50岁就有点难了 咱们找一个差10岁怎么样 我这个条件是不会降低的 但是我想问杨先生一句 就是 那你现在70多岁 你想想20多岁 那是不是你在40多岁 50多岁的时候 是想找十几岁的 没有 我那个时候还是想找20几岁的 杨先生你一上来就说 你追求的 寻找的是爱情 难道你只能和20岁到30岁的女性 有爱情 有缘分吗 如果说五六十岁的人 跟你有缘分怎么办 什么叫缘分啊 你解释解释 我的解释就是说 两个人能够没有距离的 说话沟通 最后两个人愿意携手走黄昏 而且两个人愿意夫妻之事 这就是一种缘分 我认为啊 你说的那个缘分啊 至少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发生过 就是说 我还没有发现 哪个五六十岁的老太太啊 或者中年妇女啊 能够我看得上了 更谈不上我们两个 在一起啊 这么缘手一辈子啊 更谈不上去 这是你的问题啊 你不可能拿着望远镜 去看这些人啊 你拿着望远镜 去看吴苏涵啊 对对 你说的正确 这次杨阳老师到上海来呢 我们也征求了白亚的意见 他就说了嘛 差十岁 二十岁 其实呢 这次呢我们也真的 让杨先生有一个机会 刚才他也说 在学校里呢 接触不到 这么丰富的年龄层次的人 所以我们在上海呢 还专门为杨先生呢 举办了一个 叫相亲会 是吧 对对对 是的是的 我们的年龄差距很大 从二十多岁的 对 到四十岁的 到四十岁的 到六十岁的 我们都找了 看看这个结果怎么样 这一次杨大成来上海 节目组按照他的要求 特意为他办了一次小型的见面会 让我们来看看杨大业现场的表现吧 你好 我叫杨大成 今年七十四岁 不然我的生活条件是 年轻漂亮 维婚健康 风景打理 自业合适 到教师啊 公务员啊 这些我都比较喜欢 什么都没有 然后他对 另一半的要求还那么高 我现在住的房子啊 我有儿子生子的话 我还可以钓儿子生子住 我觉得您那么大的年纪 你还能有儿子还有孙女吗 那我说不可以啊 肯定有啊 儿子生子可能比别人还漂亮 还聪明还健康一些 相差的实在是太大了 有一点吓人 不好意思跟他说 我们两个少少朋友啊 怎么样啊 江泰公钓鱼 就是圆在上钩 我觉得他可以找到 他喜欢的类型 我觉得肯定找不到 你觉得满意吗 那不怕我的条件 我有未婚健康 我有未婚的嘛 他不够漂亮 不怕我的标志 差得多了 我呢今年六十一岁 我是个退学中人 有一个女儿 她还是还没结婚 跟我住在一起 我从来都没结婚 所以我以后就未婚 那四五十岁 还是五六十岁 都结婚的 这是 这就不行了吧 不行了 对不对 我的条件呢 不可能降低 如果他的女儿 我张得漂亮 我看得上的话 他会做我的张母娘 都可以 我就觉得 杨先生 您可真行 人家这六十岁的女士 来找您 您最后给我们 甩这么一句话 如果他女儿 看上我的话 我那不同意 你打人家女儿的主意了 其实我觉得 他的年龄啊 符合白阿姨刚才说的 对 跟您差距差不多 十几岁左右 但是您为什么要 对他一步 他都结婚的 都有孩子的 我跟你说 今天呢 我们不但把您 心意的胡说函给请来了 把刚才片子当中 和您进行过 这样的交流的这位 六十一岁的女士也请来了 这位女士呢 最近在上海还很有名 为什么呢 因为她参加了我们 上海广播电视台的 一个节目 叫妈妈咪呀 这位女士姓毛 也算得上是 跟您一样 兴趣爱好广泛 而且还会唱歌 她今天来了 我简直受不了了 本来我对你的影响蛮好的 有请毛阿姨 毛盈帝 六十一岁 原上海 店里修造总厂职工 九八年退休 零四年丧偶 我给你介绍一下 条件 性别难 条件呢 要身高一米 一米七十以上 不要太胖 要像 飞鱼区 飞鱼区你认识吗 我 我跟她很熟 你跟她很熟 她连很熟 身体不见的熟 对 主要的是找个滑桥 我也选好了 滑桥 二零一年九月十五月 在妈妈咪亚的出赛舞台上 毛盈帝 一手激情畅上的 冬天里的一把火 点燃了全场观众的热情 一把火 一把火 今天 毛阿姨来到东方直播室 面对杨大成苛刻的征婚条件 与她有过短暂接触的毛阿姨 又会作何评价 作为同样需要征婚的老年人 毛阿姨又是否会与杨大成擦出火花呢 来 又行 毛女士 今天简介是东方卫视的相亲记 大伙女的上海 专家都是红的 毛女士 刚才那个片子当中 最后和杨大成先生对话的就是您吧 对 就是您 您刚才出场说她受不了 她想您受不了 什么地方会让您受不了 一开始呢 我对她呢 很影响还是可以的 她那天说过什么 说像我做她的丈母娘 我做你的丈母娘 你跟我女儿我还不要你了 你真的不要你啊 你说我做丈母娘 你那个话真的对我很不礼貌 好不尊重啊 你说是不是啊 其实你比我大了一倍 我还不准备你啊 大 我比你大 对的 你是我大哥 我比你小十几岁 对吧 我刚才说了 年龄和悲愤不成正比的 不成正比你也不能说 我女儿要你 我还不要你了 那什么可能 对不对 你说 那是可能的 那什么可能的 你说那个十六个标准 要找年轻漂亮 对不对 对对对 那你凭什么呢 我凭什么 你说我凭什么呢 你说 我听啊 你说啊 我给你说三个优 我的三个优点吧 第一 我跟原来相比的话 我现在啊 因为我们党的正式好 这两年 我的工资加得比较快 已经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了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我的身体条件比较好 比较健康 我 我现在这个 刚才已经说了 我的心理年龄的话 大概现在只有二十多岁 我的生理年龄的话 也就是四十多岁的样子 第三个条件 我的兴趣爱好比较广泛 包括 这个 音乐 美术 书法 另外呢 体育方面呢 我也是 很爱好的 想现在打乒乓球 以前我去学校的 这个篮球的校队 打了十几年的篮球 还体肢球 你是找对象过夫妻生活 不是找对象打篮球 当然 我不是 我说就不客气的话 我打篮球怎么得行 体肢球怎么得行 那过夫妻生活就不行吗 你只会接个人是 那你肯定不行的啦 我夫妻生活 你七十四岁跟什么人过 你七十四岁对不对 你当你今年今年今年爱着四岁吗 七十四了 怎么叫七十四 你懂吗 七十四怎么 我懂啊 就是什么啦 我跟你说啦 我的造谋 虽然有这个条件比较高 对不对 但是我是家头工钓鱼 你愿意再上过 你这你女儿 绝对不可能嫁给我 那就算了 我不是 我是一强朋友要嫁给我 你上公司可以的呀 你拿多少钱你说 现在什么社会你知道吧 今年社会 你在那四千块 现在什么时候你讲 我的公司还比你高呢 那没问题啊 你公司比我还得没问题啊 你公司比你高了是吧 毛女士据你调查结果 这个杨先生一月收入大概在多少钱 他说他没四千块 他说没四千块 他跟我说的 不到四千块 他跟他说的 我也跟你说一实道话 这个钱呢 在上海呢 确实不算高 但在重庆啊 这些公司不算低 对 退休金拿到四千块钱 其实还不算低 这样 他除了跟您提出 比如说年龄问题 还有哪些条件 你认为 如果作为一个女人 也不是特别能够接受 他说要找医生 他文艺也可以 我说谁要你啊 你说是吧 你每天看上书袋子这样的 哪个小年轻 骗了骗了你啊 他现在就是 青春活力的时候 你说是吧 对吧 你说呀 你身体好 你什么什么什么 刚才讲了那么多 对不对 那么多 你总会有一天身体不好 你怎么办呢 你七十四岁了 其实在杨大成 这一次的见面会中 还有一个 至关重要的人物 此时之中 注意着他的一击一动 并一直在背后 为杨大脸出了谋划色 我一直三代游戏 他现在是感觉 就是像在神拜 其实他的这种社交场子 如果我给你举个例子 像今天来相亲的 除了这个阿姨以外 可能还有很多年轻的女生 当他这样对待这个阿姨之后 他这个女生 就会在这一群女生中传开 那么他怎么可能成功 那么这位神秘的人物 到底是谁 他的出现 又能够帮杨大成 找到合适的对象 杨大爷 老年人谈恋爱 更应该注重技巧 尤其郭杰 三号 我是情感教练郭杰 郭杰 常都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情感教练 情感教练 这名字我也是第一次听说 好 那么郭杰 你告诉我们 那天对杨大爷的整个评价 如何 据我的观察 杨大爷的问题 主要为三点 第一点 就是他的一个服饰的搭配 我很难想象 他竟然用 球鞋和T恤衫 去装点他的西装 这是第一点 那么第二点 就是他的一个知性语言 在碰到女生对他的一些不理好 不友好 然后一些打压 他会出现非常紧张 他的手啊 开始这种上下的发抖 那么他说话的时候 他的身体会向前倾 那么这些都是很不利于 很不自信的一个表现 以及他的 他从来没有和女生有过目光的接触 也从来没有个微笑 然后最后一点 关键您没让他戴望远镜 他戴望远镜他就干了 最后一点就是他的一个 沟通的一个技巧 我记得第一个女生 她是她最喜欢的一个对象 一个目标 那但是她和女生交流的时候 她总是在说 我怎么样 我怎么样 我我我我我 她从来就没有说 你你你 从来就没有说过这样的话 也从来没有试着去了解对方 后来那个女生 和我私底下有过一段交谈 我问他感觉怎么样 他说我就觉得 像在小学上数学课一样的 然后我面对的是一位老师 经过您的改造以后 你觉得你的培训 你的建议以后 他改变了吗 他还有可能改变吗 我觉得杨大爷他最重要的是 他一直活在他自己的世界当中 他一直是一个人和自己在玩 社交圈过载 他自己就是说和社会脱节 是这样的 我们来接近现场观众 有什么样的意见 来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叫苏苏 来自于成都 苏苏 加富豪培训班 情感专家 非常感谢 来到这里 我要告诉苏洛欣老师 我们成都都没你很多 因为都说成都是一个去了就不想离开的城市 就是因为它美女的吸引力 现在呢我们这些美女啊 都在电视机前仰慕你 我就代表 替我们成都的美女给你一个吻 哦 我谢谢 我们是隔着人群摇摇相对呀 没问题 这位女士的意思是让你用望远镜看一下 我可以用望远镜看一下 我知道我为什么为您而来吗 不知道 现在您是高调的说出了您的征婚的一些条件和您的爱情的宣言 我不得不关注 所以说本着对您的关注来关注我来啦 不是 严教授也给身为女士一个待遇 用望远镜看她一眼 用望远镜看你了 看了高一点 看了高一点 美女都是 那么美女先生 您现在能看得清我吗 我可以看得清 我想问你一下 我符合您的征婚条件吗 杨老师怎么样 必须回答这道题 你如果把眼睛带来我看看 戴眼镜的还不用 好好好 您都74岁了 我觉得非常遗憾 您从来没有经历过真正的爱情 您没有谈过恋爱 所以说您对现在您的要求是30岁以下的 那她们就是80和90后的女孩 你了解他们在想什么吗 他们想嫁一个好归宿 要找一个好男人 说白了就是要嫁富翁 可是看看您的资本是什么 您74岁 您4000块钱的月收入 您现在身体也不太好 眼镜1000多多 而且耳朵过脸也不好使了 这就是您的资本 这就是您全部的筹码 您看清自己了吗 苏老师我也不太同意您的说法 您怎么能说杨老先生没有资本 他至少有一个资本 是我们今天很多男人都已经丧失的 对 谢谢 纯情 纯情 你在刚才的长篇大论当中 一直在讲的所有的东西 所有的价值观 都在弘扬一个现实主义 功利主义 金钱至上 唯独没有听到我们今天想在这听到的爱情两个 这社会是现实的 它是重要的 可我没说它是唯一的 不是每个女生都像你说的这么现实 我真的遇到一个真实的上海 一个三十岁的姑娘 找了一个七十五岁的老头 这个老头呢 是伤脚残废的 是孤老 牙子只有一个 然后呢 他讲我 那么然后这个老头就好高兴了 就问他 当然很高兴了 这个女孩就讲 你肯定比我死得早了 你死以后我怎么办 你死以后我怎么办呢 就哭了 哭了以后老头就把自己的存责 房产 户口 户口本 身份证全部交给他 你放心 我死了以后 这些都给你 好 这个女孩就马上走掉了 就马上把房产证全部去挂 挂好了 然后这个老头是由邻居 推到人羽 推到我办公室 爸呀 救救我 我后来就骂他了 我讲你侠女人想婚了 你自己想想看 三十岁的女孩 会嫁给你妈 后来我们上海大学 法学院的学生 帮他追回来 他已经去挂号了 我们也不能否定 或者我们不能百分之百地否定 这个世界的某一个角落里 就有一个特别极品的女孩子 也许他年轻 也许他漂亮 也许他也很单纯 也许他甚至非常的偏执 他就喜欢杨先生 那是画饼冲击 那也许呢 不可能 没有这个也许 所谓爱情 这多年都没有也许了 七十四岁还有也许 您所说的也许 左卫招文章 不要再鼓励他了 是害他 左卫招文章 我真的我很可怜他 我也很同情他 您的也许 赶快赶过来找一个爱情吧 左卫招文章 七十四岁了 还要多找个七十四岁 胡舒函 你认为 陈兰和苏苏女士 两位 其实我正好想说 就是刚刚各位 就是在非常 就是争辩的时候 已经冒着火药味道的时候 其实你看杨老先生在干嘛 他特别淡定的 乐呵着在看戏的那种感觉 从杨老先生的表情 和这种态度上来看 我觉得他有另外一个 就是感觉就是 老年人他不懂爱情 他像是在排除寂寞感 但排除寂寞感 他不是靠女人 而是靠人们对他的好奇 和探究的这种欲望 所以我们再给他一个定位 你这么大年纪了 你喜欢漂亮的 然后他会觉得 沾沾自喜 我就是这样啊 我比较独树一枝啊 然后呢 别人开始议论他了 然后呢 他就会更高地 给自己定一个标准 我不仅喜欢漂亮的 我还喜欢年轻的 然后别人对他的 议论程度又热了 然后他再定一个标准 我不仅喜欢漂亮年轻的 我还喜欢职业 只是老式的 别人就又会觉得 他是一朵奇葩 所以他是通过这种方式 来引起别人的注意 然后慢慢慢慢 就是增加他的这个 讨论热度 从这种层面上 来排出一种寂寞的感觉 谢谢 和苏海 好 我们也谢谢苏苏老师 我们后面还有观众 要发言 谢谢你 来 来 来 你好 你好 我是东方卫视的记者龙伟 龙伟 东方卫视记者 国内最早报道 重庆爱情天梯的电视记者 我不知道大家是否 对爱情天梯有印象 最近特别非常火 这确实是一个真实的爱情故事 听起来很唯美 重庆江区的 江京区中山镇的一个 普通的农民刘国江 在二十岁的时候 喜欢上了一个 比他大十岁的 年轻寡妇徐朝青 两人因为受不了 或者说也为担忧 这个身边的流言蜚语 所以双双选择了躲避山林 一躲就躲了五十年 然后老人的 刘国江老人 为了方便徐朝青老人的下山 然后就沿着这个悬崖 凿了将近六千级的石梯 就是后人们都喜欢 把它称为这个爱情天梯 从我个人的角度看来 每个人其实都是有 自己选择幸福的权 不用在乎别人怎么看待 他们两人之间差距 到底有多大 我个人还是完全支持 杨老师这种做法的 谢谢郎伟 也感谢你为我们这个世界 留下的一个 这么凄美的爱情故事 但是至少爱情天梯 让我们知道 这个世界真的有爱情 谢谢郎伟 这也是我们的熟人 你好 你好 大家好 我是到华来的波斯人 我叫华波 华波 24岁 一两年 上海外语频道主持人 我认为呢 爱情就像一首歌 很好听 但是很难取 很难坦 杨教授固然眼高手低 就觉得 你现在这个年龄里头 你应该要 就找一个门当户对的 如果你实在找不到的话 我可以把你 介绍到百里跳音 你说行不行 谢谢 如果这杨教授和你 两个人都去追求胡舒涵 谁的成功机率会更难 我觉得杨老师比较成功 因为胡舒涵比较喜欢 俗话说什么 降老的辣 华波 你认为杨老先生适合结婚吗 我觉得你非常地适合结婚 但是你现在剩下的 还可以活二十年三十年 还不如你好好享受的生活 好好享受构成 现在你会感觉很孤单吗 杨老师 你孤单吗 我平时不觉得孤单 有的时候过年啊 过节啊 就有这种感觉 其实我自己的家人 我有一个哥哥 两个姐姐 我叔叔有十个孩子 所以国外的家庭人口特别多 就万一我到了七十岁八十岁 还不结婚的话 我不会感觉到特别孤单 所以我在最后还是很支持你 加油 我特别佩服你的勇气和职守 谢谢 节目现场 嘉宾和观众 对杨大成高调征婚的做法 褒贬不一 但在巨大争议背后 七十四岁独生的杨大成 到底为什么要如此征婚 他的内心深处 是否隐藏着难以清土的故事 在他单身五十多年的岁月里 又是否遭遇过不为人知的艰辛呢 杨先生这么多天来 都是您一个人住是吧 是的 我一个人就习惯了 就是您不是没有找到老伴的问题 没有找到爱人的问题 您的父母也没有和你在一起生活过 你在重庆一直都是一个人 对对 我在重庆就是我一个人 那你现在住在什么地方 我就住在学校里面 学校给我的房子 房子大概的面积有多少 学校房子使用面积 大概是三十个平方 一间一厅 我一个厨物 一个卫生间 白阿姨为什么笑 我们一个电视剧 不是最牛的赵母娘嘛 要求女婿的十大标准嘛 住房一百 一百平方 还要有车 三十平方 一室一厅 你还要二十岁 二十岁到三十岁女孩会嫁给你嘛 那平常您跟什么样的人是朋友吗 我基本上不好别的网 就是当有的时候出去活动啊 比如说口外活动的时候 打打球的时候 就能跟学生一起 平时一般我都很少跟人家串门啊 基本上我在家里面 自己比如说在家里面 上午啊 比如说我出去买菜啊 不买菜的时候啊 就在家里面画画啊 写字啊 下午晚上就看电视啊 看到十一点钟睡觉 一般生活都这样子 那我问您 您生病的时候 谁来照顾您 对啊 您有生病的时候吧 有生病啊 08年我生过一场病啊 对啊 我看到其他的这个病友啊 他们都有家人照顾 而我这个病床上啊 就没人照顾 孤单单一个人 是这样子 是这样啊 那我为什么要现在 有相亲找人啊 就有想到要 还是要成个家 但是成个家 你说又没人照顾啊 我花钱 二十岁的姑娘 会照顾你吗 我忽然一个人啊 就是每天十块钱 她给我断饭 是不是啊 给我 每天给我断三顿饭 是不是啊 我每天 那是护工 不是妻子 这个 所以说 我说啊 我要找的是个妻子 是不是啊 跟我够日子的 能够为我生儿育女的 不是找一个老妈子 来照顾我 他为什么这么固执 建议他去看一下 心理医生 我相信霍先生 曾经在看过这个行为 如果用一句话 来形容杨先生的 这种心理状况的话 你会用什么样的话 我觉得应该是社会断层 怎么讲 刚刚主持人 大家都说 他现在有一种狂想成 其实是这样子的 他主要是由于和社会 这个社交圈断层了 他身边没有一些朋友 没有了解到社会上的一些情况 就是我觉得当务之旅 最重要的是让他身边多一些朋友 让他身边多一些圈子 让他更加的了解到 这个社会是个什么样子的 你仔细看他的资料 他几十年来 他有过一个朋友吗 那么我们记者到了重庆以后 也专门采访到了 杨先生周边的邻居 以及他的很多学生 我们听听 他们是怎么说的 为了更好地了解杨大成的生活 记者特意赶去重庆杨大业的家中 采访了与他生活和工作 多年的朋友 邻居和同事 想了解一下 身边人对他是怎样评价的 我觉得有点像天开朗宗伟大人 真的很不可思议 作为一个老师吧 他要这样的话 我觉得确实有点 有点让人接受不了 我们平时关系也很平淡 反正不想不往来 黄昏恋嘛 很正常 在那吃饼呢 他看到其他饼以外 都有人清楚照顾他 他觉得他没人照顾 确实是困难 他跟人生过去 他们的亲人 实际是困难 在他身体状况上 还是有一定的问题 也没有那个真正 从心理上的关系他 杨先生你承认嘛 邻居对你评价是真实的吧 他们有些说的是真实的 但有些就是说 他们对我也不太了解 因为我平时也很多喘门的 杨大业 我问您一句话 您有试着去让别人了解你吗 你有试着敞开新闻去接受别人吗 别人不接受我 我为什么要去接受别人 你怎么知道别人不接受你 我这个人都喜欢 多来多往比较多 很少闯门 我刚才说了 就是我邻居吧 你看我住的地方 楼上楼下都是邻居 还搭得很近的 我也很少去闯门的 这个是个人的性格关系吧 刚才那个郭先生说的 就是说的语气上是有些多多逼人 但是他可能是有点就是恨铁不成钢的那种感觉 但是我想说的是 不是说痛苦的东西就是好的 有一个前提就是你要正视痛苦 如果你能正视他以积极的心态去从中提取一些营养 去提取一些你需要改变的地方 我觉得它是一种宝贵的财富 反之我觉得也是会扭曲你后面的人生道路的 好 谢谢 杨先生拿着望远镜看了那么多人了 给我们留一句 您今天做完这个节目以后有什么变化 我觉得大家都能够真心的为我着想 不管是正面的意见 或者是反面的意见 我觉得大家都说出自己的心里话 这一点是很宝贵的 其实呢 我来这个东方卫视以前的都说了 对公众人员说过 我说我的要求是很高的 我说啊 所以我自己也知道成功率也是很低的 但是首先我要只说的是 你不要认为我这个标准 就是心里有问题 就是不正常了 要去看心理医生了 我觉得这样做这个判断的话 那是很武断的 那是不正确的 我希望大家多一点理解 少一点指责 少一点这个 好像说是同情 我需要一个家庭 也有可能成为一个比较完美的 比较温馨的这么一个家庭 就在高调征婚的杨大成下场不久 化妆间里 另一位同样高龄的老人 正跃跃欲试 准备上场 而他 正是最近网上热传的 林租金高调招租年轻女生合住 新闻的主人公吴霍然 这位75岁的老大爷 因为在重庆当地 招租年轻女性与他同住 并提出 只要符合条件的女性愿意同住 租金可以全部免除 新闻一出 舆论一片哗然 大众对他的做法 更是质疑重重 那么吴大爷 为什么要如此招租 他独特的招租方式 有是否会招募到年轻女性 愿意前来呢 同朝老人 林租金 从重庆 走到了三千多里路 走到上海 走到 东风直播室来了 您再让我看一下您那个广告 您再让我看一下您那个广告 零租金 哦 搞了半天您租房子竟然还不收费啊 不收费 怎么会有这样的好事呢 据说 这个广告一贴出来 就引起整个媒体界的轩人大波 您还有什么标准吧 我的标准是 黑发 防皮肤的单身女性 应该是找对象呢 还是找房客呢 我不是找对象 我是找房客 哎 吴老先生 听到这里 我必须不礼貌地打断你了 为什么要和单身女性 比较单纯 文静 安全 可靠一些 简单单纯 使我不这么怀疑你的动机 给我很大的畅想空间 大家想一想 女性简单单纯代表着什么 好欺负 你为什么坚持要找女生 不找年轻的文静的单身的男生呢 男生和男生不更有话可说吗 男女同住这种情况也有 而且 深究非天地 什么一样 刘阳这些 和那个金海峰这些 都住在一起地住过 我是怎样考虑的 吴老先生 您的房子在重庆什么地方 我的房子在重庆 是市中区 好 树干道上 交通啥都很便宜 遗憾 第一次 我的房子 仅仅只有十八个平方 连厨房车说 才23个平方 是一个 破烂的一个窝居 这个地方 如果要收租金的话 您算过吗 大概他能收到多少钱 在重庆 600 如果真的是一个女孩子 在重庆打工 她为什么不单独租一间 非要跟您在一起租呢 重庆的房子 房价非常贵 而且重庆的打工 只一半 债一千多块钱 如果说 她的租金出了600块钱 所剩无几了 你要找一个租客 找两个租客 一个两个就可以 一个两个都可以 但是我那个地方 最多能够用了三个人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你20平米的房子 如果住进三个人 对您的生活条件的影响 会很大 为了更好地了解 吴大爷招租的房子 记者特意赶到 重庆他的家中 原来 吴大爷的这个房子 仅仅只有一间房 房间三分之一的地方 被木板隔出了一块 放了一张床 另一边放了一张沙发 和一张折叠床 整个房间 几乎没有一样家电 显得陈旧而简陋 如果真如吴大爷所说 要同时容纳三个人的 日常起居 是非常局促和不变的 但就是这样条件的房子 吴老先生 为什么还会提出 要找年轻女孩合住 他这种另类招租方式 究竟能不能招到 符合条件的租客呢 可是你进来的 毕竟是女孩啊 您是男性 这个女性和您同住的 一个将近18平米的 这样的卧室里边 这多不方便 人多一点 我心情高些一点 就好一些 有人说话的地方 我是二性抗症病 而这是一座晚期的 如果半夜晚上 如果发生低血糖一下 身体不舒服的时候 你脚棒棒的背过去 儿个就是打摇日理 叫他们在这里 见过就行了 那么小女生 她背得动你吗 像三四十岁的 这样子会 有一点可以沟通啊 我也知道 有很多大婶 或者是大妈 她们这个时候 到重庆来务工 给别人做终点工 或者做家政 你为什么没有想过 招他们来跟你合租呢 非要找那种年轻 单纯的女孩子 我的子女给我的相当远 她不能守在我的面前 甚至给了愿 我这种 神志这种天冷之路 去饰了 有我的话说 就是发兵冲击 虽然它不是 我的血统神志 神是我的血统神志 所以能够增加 我的天冷之路 毕竟是一个男性的老人 如果年轻美貌的女孩子 单纯的女孩子 住在一起 毕竟还是不方便的 当然 吴老先生 我相信他的道德 但是社会当中 花老头真的不少人 这种做法真的很危险 你随随便便 把招住的广告贴在街上 万一有这种心怀歹一的人 打起了你的主意 那半夜女孩把门一开 你知道进来的是什么人吗 我早就考虑过这问题 方知他骗不走 搬不动 我的钱财 我也是个穷人 上了我家里面 实际上 我再观察他 他如果说一些动作不合乎 让他电话 我慢慢来 两个三只重启 请出去 这种事情很多 我们杭州刚刚发生一个 照顾着蛮好的一个小女孩 老人最后一高兴 借钱 家里什么事 借两万 借三万 借了五万多 跑掉了 现场嘉宾 对老人 零元招租年轻女孩 同住一室 会引发的安全隐患 纷纷表示担忧 但是老人 却始终对这些担心 不以为然 那么 究竟会不会有女孩 愿意为了节省房租 而和老人窝居在一起 节目的后台 来了一位女孩 她是通过招租信息 第一个对老人 零租金出租的房子 表示兴趣的人 那么 如此特殊的招租条件 她到底能否接受 看到简陋的房子之后 她又会不会选择搬进去居住呢 林朱军对我很有信力 有请张茂 嗨 大家好 我是张茂 张茂 二十一岁 四川广岸人 在重庆 从事电话销售工作 每月收入 一千五百元左右 张茂 今年多大年纪 今年二十亿了 她真是名副其实的九零后 九一年的 在重庆 如果你要在她那个位置 要租一个房子 大概要花多少钱 最便宜的话 应该在六七百块 而且里面也不剩好 就一张床和一个柜子 所以你刚才说 零租金就对你有诱惑力了 是的 你去她那去看过房子吧 感觉如何 看的时候 其实我就在想 我住哪里啊 当时就想 睡沙发 其实想一想 和那些睡大街的人 比较起来 我比较幸运的 所以就决定住下来 毕竟你是个女孩 你不怕有人说你 五月年纪 就和我爷爷年纪 就差不多一样 打破当做亲人 这个事没什么存在 什么有担忧这些 而且我想过 就是说如果有什么 存在什么安全问题 应该是吴爷爷吧 因为我觉得 如果我打架的话 我肯定打得过他的 这可不一定 就在刚才 我们还知道一位 也是重庆的男性 74岁了 刚想找一个 像你这样的 年轻貌美的 这个女朋友 当妻子 所以说年龄大 不见得就完全靠谱 但是一吴爷爷 他身体条件 他说不是说 他有糖尿病吗 也不是说很健康 说这些都可以考虑进去的 您能不能 扪心自问地告诉我 你进去 是考虑去照顾吴爷爷 更多一点呢 还是想省这个房租 更多一点 其实双方都有 因为我是一个 出来打工的 而且又不可能 问到家里要钱 虽然也没什么钱的人 对于省房租 这是肯定的 但是我看着 因为我第一眼 进去的时候 看见吴爷爷 他就一个人 坐在那个 那不是有的窗子 他就坐在椅子上面 大夫眼睛在深湿 真的看着很心寒 特别的孤独 这也是我下定决心的住一个原因 那么这个姑娘住进来以后 有什么不方便的地方 有一笔是 瘦瘦不轻 难于有笔 这一点我懂 但是处在这种情况下 既来自在安置 我不能来 我把他推出去的 另外一个 我是独孔蒙出身的人 孔子说我 其时而重新所欲 规矩 我已经快八十的人了 我不能从我底下 我不能破坏这个规矩 老人有老人的规矩 当然老人也有不偿神 有不偿神的老人 但是我感觉 我不是那种老人 对 那你有什么不方便的地方吗 第一晚上来的时候 我说你注意 这个地方非常安全 只不过是晚上 我要捡三次四次销售 我害怕惊动他 就比如说 你们俩在一块 你们换个衣服 这怎么换呢 有时候他出去了 我才犯 那么你们现在 有没有经历过 还没经历过夏天 经过夏天的 那么夏天的话 我想女性 是真的很不方便的 当然是道行不动 刚开始进去的时候 是比较有一点尴尬 因为刚开始 都不是很了解 都不是很熟悉 说换衣服 都要到卫生间里面去换 这都很正常的 他说我睡觉的时候 一般都不穿睡衣的 这都可以克服 就想一想 是林中介就 可以住下来 而且对吴严也比较放心 初上几天过 吴严前吴严后 我认为他们各方面 都比较放心了 所以慢慢慢慢 这种距离都没得了 真是像我的绳子一样 我是这样对待的 来我们听听 网友有什么关键 现在的女孩子 都是雕生惯养的 她们根本就不会照顾人 你让她们照顾得了你吗 就算是也会照顾人的 她们也不会去照顾你 这一个病人 你为什么不去找一个保姆呢 我请过两个保姆 以前请的保姆 我的工资就 假如说是八百的话 他的工资就要四百块请得到 现在我的退休工只有地区的差距 只有两千两百块钱 现在重庆超越 请一个保姆 没有两千 没有两千五 加上没有两千地区 我如不付出了 明白 没有这个能力 就在经济上 其实她是请得起 所以我想做就是 我既不花钱 精神武功的大工学 她不用竹筋 我有礼 她有意 双全 来 我们再有请一同 张宝你好 这一年金的女孩 是跟一个七十多岁的男性 搞异性合出 这传出也太不好听了 或者说将来你有了男朋友 你怎么办 您家里人同意你这种做法吗 这个问题 我们同事 因为刚刚进公社 他们问我住在哪里 我都跟他们说过 他们都觉得我比较幸运 他们这点没有什么区别 说如果说以后男朋友的话 我觉得如果以后 我的男朋友 他介意我这个事情 那这种男朋友不要也罢 尊严 人的尊严 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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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唯一的哲求我 如果人失掉了尊严 啥都不成为一个人了 但是战马尔 请你记住 靠尊严作为保障 安全叙述是不高的 男人犯错 有时候往往就是一念自差 不管这个男人是年轻的 还是年老的 其实对我说 因为如果说我没有 不相信无业的话 我住在那里 我也不放心 问题是我相信他 所以我住在那里 可是让我们感到很奇怪的是 张茂在今年六月份 入住了吴老先生家 但是五个月以后 听说你就搬走了 是搬走了吗 因为相互信任 今年六月份 张茂搬进了吴大爷的家 然而就在他们 度过了一段时间的磨合期之后 张茂却突然提出要搬出去 而导致他做出如此决定的 正是自己的好朋友 小芳 那么女孩的突然搬进 又突然搬出 房子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今天 可以从重庆赶来的小芳 在后台却始终戴着墨镜 面对镜头 一直在躲展的他 到底有怎样的难言之意 他的出现 也会告诉我们 搬离吴大爷家背后 怎样的内情 非常遗憾地要跟各位朋友说 他不太愿意 给我们透露他的真名实姓 所以不惜让我们称他为小芳吧 请小芳出场前 讲一句话 搬进去搬出去 都是我自己的选择 好 有请小芳 各位嘉宾好 小芳 二十岁 四川广安人 张茂的老乡及同事 经过张茂的介绍 今年六月 小芳也搬进了吴大爷的房子合住 小芳不愿意透露你的名字 但是也不愿意让我们看到你的脸 今天戴着墨镜 为什么 因为我不希望 大家知道我与这件事有关嘛 你的顾虑在哪呢 主要是因为我跟家里面说 家里面都不放心 而且也怕别人议论这件事 那你跟这个张茂是什么关系 我们是朋友也是同事 是他给你介绍的这个房子吗 开始给我打电话说 他找到了一个不要钱的房子嘛 然后我就只关心了一下 他能不能确定是安全的事 然后我过去了 当时看了一下 确实这个房子太少了 怎么能住呢 而且是三个人 那你住了吗 住下了 即使知道不方便 但你还是选择在这地方住了 是的 你们三个人怎么睡 妈爷爷睡他那个 他自己原来的床嘛 然后我睡的沙发 然后张茂呢 就睡的那个 那个钢式床 重庆的夏天天很热 这屋子又有空调吗 房子没有空调 确实是夏天嘛 睡有不方便 其实三个人和两个人住 我都情况都差不多 洗澡换衣服这些 都在那个卫生间里面 而且午夜他自 把那个卫生间里面 开了两道门 上了两道手 说这是出于安全的考虑 非常的安全 小方 你们上班的时间是什么时间 早上八点半 到下午六点 你们回到这个房间的时间 是几点钟 一般回去的时候 都是八九点了 其实你们也就是晚上回来 才在这个屋子里面睡觉 早上一下早就要出门了 是吧 其实跟这个吴老先生 碰到机会并不多 星期六星期天 你们会选择在屋子里面待吗 星期六他也是要上班的 星期天如果说 我们没有什么像同事 如果说不出去玩的话 就待在了家里面 和午夜一起聊聊天 做做饭这些 听了两位小姑娘的介绍以后 我分明的感觉 你们的露出 对化解 消解 吴爷爷的寂寞感和孤独感 是没有一点帮助的 你这得让吴爷爷自己来说 搬进来高红 当然高兴啊 原来没进来的是空荡荡的 寂寞 孤单 近几年我的老朋友老同学 死的死 忘的忘 听了这个话说 再过一两年 还在什么时候 可是死神就要 领到我的头上来了 所以心里面有些感寒 过去乡亲把他领住 领住已经找住 找住了 他们进来以后 人多了 有人起了 热天仪了 有人说话 在地方了 他只盼望一个什么事 就每天早晨 他们去上班的时候 吴爷爷再见 回来的时候 吴爷爷我们回来了 就大家都有个家的感觉 和两个女孩 同住在一起之后 吴老谢氏 重新感受到了家的温暖 虽然他们真正相处的时间 并不多 但只要一有机会 他就跟女孩们聊聊天 唱唱歌 甚至还学会了 用手机上网 但是 这个临时组建的家庭 维持了还不到五个月 还是解体了 那当时 小芳执意提出 要和张茂搬出去 这其中 到底有什么隐情呢 好像是小芳是导致 让张茂搬出去的原因 对吧 是的 为什么这么说 是你提出要搬走的 对 你刚才不是说 在这错误 也可以错误吗 为什么要走 吴爷爷是一个 有糖尿病的人嘛 又是晚期的 万一他病复发了怎么办 他这个责任 是我们俩不能够承担的 你这个责任 用不着承担的呀 你们两个人入住的时候 没有签订任何协议呀 你们相互之间没有 我认为没有这种责任的呀 还是有的 是至少有道义的责任 万一有一个这个好歹的时候 两个小姑娘没有一学这个常识 手忙脚乱了 有个什么好歹的话 将来他的子女任何一个人来质问他们两人 你们在现场 你们当时在的 你们为什么什么都没有做 叔叔就我们就想了想 就搬了 你们俩提出要搬走的时候 你们跟吴爷爷商量的时候 你发现他的表情有什么变化吗 其实我走的时候嘛 对吴爷爷我是说不出口的 因为在一起感觉确实感情很深 我跟他说的时候嘛 当时那表情真的看着让我真的心疼 因为我们都毕竟生活在一起这么久了 感情也是就相当于像吴爷爷说的是那种 他真的是把他当成是亲爷爷那种对待 所以我们当时一走的时候也很舍不得的 真的 但是俩姑娘毕竟还是搬走了 对吴老先生你生活有影响吗 有一点别好 人是个感情动物 我也不是个冷血动物 古人说过 相见是难别一难 心里面牵挂呀 心里面有点空虚了 房子空了 心里面又更空虚了 那我就纳闷 您的子女就不来看看您 子女他路给两千多里路 他要忙他的四年 我往往是开了一个迷运群 当前金融危机的时候 对他们压力非常的大 这个我就感觉有问题了 我现在分明听到你的子女 还是一个企业家 对呀 那么你看自己当老板 让父亲孤单单的重新 什么十八个平方 他完全有条件把老人接到东莞 是吧 你办你的企业 老人呢 爱在家里一样天年 晚上们大家聚在一起 这多 五年前接过去了 接过去了 我住了六十六天 那个气候不好 他的风雨吹下来 我马上摇杆都止不起来了 没办法 过后就飞机把我送回来了 那您这个找人去招呼的事 跟您孩子说过吗 我之前没跟他说 跟我电视 那些报道过后 保持报道过后 直到我打电话了 据了解 吴霍然其实很早就和妻子离异 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都跟着妻子 二十多年来 吴霍然都是孤独一个人生活在重庆 每隔一两年 才能跟儿孙们见上一次面 那么 吴大爷的子女 为何没有多关心老父亲 对于老父亲的异性招租行为 子女们又有着怎样的看法呢 今天我们也在现场 也联通一下吴老先生的儿子 问问他儿子对这个事的看法 喂 你好 您好 你好 我是东方卫视的洛欣 您父亲在重庆啊 零招租的这个事 您应该知道吧 早就知道啊 您支持是反对啊 不支持也不反对 嗯 假然这样 反正你他开心就可以 万一在零招租的时候 你父亲出了问题 你们会指责那些房客吗 这个肯定不会啊 因为之所以就是 出于这种安全的考虑 为了他那个领导住 上面要学比较单纯一点的 比较小一点的小女孩子呢 好 就是出于这个原因呢 好 你知道父亲年纪已经很大了吧 你作为儿子 好像听说您也是一位 还是事业有成的企业家 怎么没想过 给父亲搞一个更好一点的 这个居住的环境 比如说送他去养老院 我也提议了 我说干脆到养老院去 但是他不去 他觉得去养老院很丢人吧 在五年前 我想娃娃提过 他说 好吗万丈 他不同意 他你这样做 你的后人就死了吗 没有后人了吗 他不愿意背这个黑狗 吴大爷和子女的矛盾 让现场气氛顿时紧张 吴大爷不愿意和子女同族的原因 到底是什么 面对子女的态度 吴大爷又会在现场 造出怎样的内幕呢 黑狗 他是后毛万丈 他不同意 他你这样做 你的后人就死了吗 没有后人了吗 他不愿意背这个黑狗 老父亲是因为极度的寂寞 才这样的合租 作为儿子 你有没有不经责的地方 你自己认为 但是我现在还是随时要 我也让他 我扳援他 到广东来跟我一起生活 不是欢迎 你要创造条件啊 你们不要片面地以为 我跟我父亲的关系就很差 我们不怀疑你们的父子关系 我们是现在感觉你有点疏忽 你们现在在讨论 这个空巢老人这个问题 空巢老人的问题 则有越来越严重 不会越来越轻松的 好 谢谢你 吴云森先生 空巢老人这个问题 至少咱们的吴老先生 给我们做出一个样板 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样板 去分析 目前全国有多少空巢老人 他们家庭生活怎么办 我们上海还有一个 六十岁的老人 死在家里两年 死在家里两年 一直没人知道 物业进去 只查一个什么东西查到 是一堆白骨 而且这个老人 六十岁的老人 门命锁 他和他那两个小女孩在一起 还是幸运的 但是很难保证吴先生 你下次再临遭住 很难保证你再遭到这两个 这么童言无瑕的90后 对 遭不到那么纯洁的 这样的风险不能由吴先生一个人来承担 空巢老人的问题应当是 政府辅助 社会资助 子女帮助 邻里互助 老人自助 我认为现在的养老形势是多元化的 好 我们再最后听听观众有什么样的意见 谢谢 谢谢 大家好 我是那个 在那个天猫开了一家旗舰店的一个店主 大家猜一下这位是谁 石老心知道他是谁 我不知道这位阿姨是谁 奶奶的阿姨是谁 他就是我的外公 刘千平 72岁 湖南衡阳人 因为帮外孙女做女装模特而走公网络 被称为最潮女装模特 日庭 网店店主 网上爆红的女装模特的外孙女 他是因为72岁的老年人 然后就因为有着比较乐观的 向上的一个心态 所以说 他打扮成这样他也挺开心 其实外公很合适当时装模特 为什么 你看外公的身材特别苗条 而且还特别有气质 对 你看这个 虽然说外公年龄大了 但是站在那儿 这腰是腰 肩是肩 真是 特别板 就是 像我的身材只能去做孕妇装广告 因为外公之前他也是空操扰人嘛 但是他会自己去主动寻求 那个跟我们之间的互动 跟那个有着积极上上的一个心态 所以导致他现在就是每天都是开开心心的 就是之前在家的时候 昆巢的时候 就是说自己还 就是联系不上 我们自己还会玩游戏 玩那个QQ游戏 因为他觉得就是也要跟时代接上轨吧 跟年轻人一起学 就是保持那颗年轻的心 您太酷了 太酷了 所以你外公的空操老人是孕悟空的空 你看多厉害 那么今天这个您还有一位 这同龄人在这儿 您有什么话要跟他说吗 我今天要呼吁 为孕悟空的老人 要尽量 自己在生活中的幸福和快乐 每一个空操老人要在乎自己 在生活中的幸福和快乐 对 要主动 谢谢 好 二位这老人真应该去握握手去 一个来自湖南 对 来自湖南 一个来自成庆 对 我觉得每一个老年人 都必须要像外公这样 开开心心地过美一些就好 好 我觉得吴老先生见了他老伴 今天想问一下吴老先生 这个林昭租这个事 还打算继续做下去吗 今天想问一下 吴老先生 这个林昭租这个事 还打算继续做下去吗 我技术可以拥造作 但是我必须有个条件 为精神武功的学者 打工者提供一个平台 提供一个医站 我必须生命 我这是一个 博居是一个破烂的地方 仅仅只有二十个平方 我也不是红楼 更不是超超万年的同学台 说得好 不是用来这个同学 孙孙孙孙二乔的 我们这相信 咱们这个 今天吴老先生 你给我们做了一个 特别好的榜样 他的书卷器 文化器 对人的关心 对子女的这种关照 都体现出 中国老人的良好的品德 美好的品德 你值得我们去学习 中国正在进入老龄化国家 有人说到2050年以后 中国的劳动力的供给 会逐步减少 那个时候 45岁以上的人 将占到我们整个国家 总人口的一半以上 所以养老问题 确实是我们应该到 从今天开始 就应该思考的问题 除了对老人要给予关怀 让他们不进入 孤独的这种 个人空间的时候 我们要释放出 一些制度来 不能完全靠家庭 也要靠政府 更重要的是 要靠社会建设 来获得一些